乌江鱼 涮羊肉 火辣辣舞龙 把味觉燃烧到沸点 地下两层的奥秘 百口大高的阵势 装的是什么 我尝一尝 我真尝了 神秘的佐料 奇特的做法 甘肃小吃到底什么味道 旅游新时空带您尝尝重庆 品品甘肃 五龙的景需要我们去纵向体验 上山 有这样一大片 让人意想不到的草原 假的 刚才咱们来路上 看到好多卖乌江绵鱼 实际那些鱼就是打自于这个乌龙江 五龙的吃 需要我们横向去比较 吃羊 这锅汤里面最重要的味道 就在上面吃油 这个油可以直接咬起来喝 吃鱼 看着乌江景色 在吃这个江口鱼 心里太爽了 山河壮灾 鱼洋鲜美 重庆乌龙 不美不来 不辣不来 太阳终于挪动着它那滚烫的身躯西沉下去了 在湿热的余晖中 五龙终于迎来了另一个火辣的高潮 以此不见天日的蒸腾 以此味觉极限的挑战 五龙的叶是香的 是浓的 是辣的 我算是知道了 这重庆五龙人是真爱吃羊肉 除了拿这个碗吃之外 还得拿大锅吃 你看看这里边的漂亮 这红的 牛油 这紫的 辣椒吗 这个白的 蒜泥 你想里边还得放着羊肉 这片啊 三十多度 你说 这么辣的东西 然后再放上羊肉 我觉得这不是吃羊肉呢 这纯粹是烧碎呢 好 大行伺候 当味觉被味道虐待之后 菜反而更香 味道反而更纯 这种味道上的极限 只有在重庆五龙的李家羊肉馆 才能体验得到 看看这些刑具 样样离不开一个辣子 其实啊 这也只是一个前奏 真正的大行这才上锅 个个又是离不开一个羊字 羊肚 羊肠 羊血 最后再来牌李家百年经典的挂标羊肉 对于北方人来说 这两样绝配的混搭 无异于在胃里边放置了一颗小型的核弹 其实这都不算五龙羊肉火锅的极限 在五龙吃火锅要先喝汤 这汤看着就够狠毒的 哎呦 这锅汤算是开锅了啊 你就看这个大红油汤里边 那个上翻下滚的 我还没吃呢 我心里先发臭了 不过老板说了 这锅汤里面最重要的味道 就在上面那层油 这个油啊可以直接咬起来喝 老板 你没忽悠我吧 这油能直接喝吗 能呢 能啊 真能喝啊 就算我挑战吉尼斯了 一百度滚烫的浓汤 可想上边一层辣椒油该有多烫 尽管这么辣啊 不过我觉得这个味道啊 还是不错的 这不是我说的 当年张艺谋拍黄金甲的时候 专门来这吃过两次 张艺谋的大片把视觉效果发挥到了极致 五龙李家羊肉火锅把味道勾兑到了费点 倒是有些异曲同工之妙啊 看这一桌的羊货真是又熟悉又陌生 都是因为这锅汤 吃的羊肉汤锅和涮羊肉最大的不同 就是你涮羊肉的时候 这个肉啊 放早了 捞早了 捞晚了 你都担心 要不说没熟 要不说太老了 哎 这个肉它本身就是熟的 你放锅里煮啊 滚啊什么的 没关系 肉啊 口感永远是那样的 好吃 就是太辣 辣椒不仅刺激味觉 而且还有减肥的功效 现在有不少人 用吃辣椒的方式来燃烧脂肪 真有这功效吗 您看看重庆美女们就知道了 人家天天吃麻辣火锅 身材却保持的依然很好 道理就在其中 五龙的腊余热未尽 羊肉的清香 唇齿残留 回味间 眼前突然一片开阔 这里竟然是一片草原盛景 这是哪儿呢 五龙的羊肉鲜美 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从谷底到山顶上 这里已经是海拔1900米了 可是我真没想到 在这里呢 有这么一大片草原 此时此刻 我有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想想 这里是重庆吗 冷静冷静冷静 在重庆的五龙 的确有这样一大片 让人意想不到的草原 原来五龙的羊肉鲜美 真不是吹的 这草原木哥的情景 竟然在重庆再现了 牛羊成群 骏马成霜 从谷底到云端 真有点一不幻影的感觉 这里就是五龙的仙女山 闷热和酷暑 在这里消失的无影无踪 来到那个草原上 我心情特别高兴 就特别想在这个草原上 撒撒野打个滚 说打滚了 还真就能打滚 走 我带上去 现在打滚也讲究个品质 咱们不能真滚呢 人坐在这个大塑料球里边滚 应该是更刺激性 好了 准备打滚 准备 走 在重庆的五龙 闷热中寻找一处高山清凉之地 别有一番新鲜感 说到五龙的仙 光有羊不行 还缺鱼 在乌江里的大年鱼 更是五龙的一角 酸菜鱼 水煮鱼 在五龙都不是特色 到五龙吃鱼 有三特 特辣 特鲜 特够味 同样一条鱼 你要拿到不同的地方做 这个味道是完全不同样的 你在四川做上的鱼 它是麻辣口的 拿到重庆来做 它是咸辣的 那我问您了 如果在五龙这个地方 它做的鲤鱼是什么味道啊 这第一个特就是辣 这不用多说了 五龙人肯定把辣椒的十八万武艺发挥到了极致 能再辣一点绝对不少放一点 而且是换着番的辣 大油当底 辣椒油 干辣椒 辣椒酱 辣椒面 最后还要放上一把最狠毒的辣椒籽 这才善罢甘休 这第二特就是仙 出水芙蓉的乌江大棉鱼翻腾的它那肥美的身段 就被厨师卸成八段 肉白肥腻 块块都跟大肥肉似的 黄辣椒体态轻盈地跳进了油辣的滚锅里 香辣的仙气顿时飘出 怎一个仙子了得呀 这第三特就是味 五龙的味与众不同 还是在这一个蜡上 而且是奥妙极深 有多深呢 必须得下两层楼才能知道 好家伙 这白口大纲的阵势 跟那整装带发的兵马俑似的 个个肚子里是满腹精伦 您知道这里边到底装的是什么吗 要说这个重庆的美食啊 真的是在全国都出名 我们随便数呢 数数好几样来 你看这个麻辣烫水煮鱼 火锅串串香 样样都是鼎鼎大名的 就像刚刚咱们讲的这个乌江鱼也是一样 它除了有这个重庆的麻辣口味之外呢 还有这个鱼肉的鲜味 真的是看了就让人嘴馋 好了 说到这呢 要跟您问声好了 给地球一个承诺 做绿色生态公民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 就是云南卫视每天中午 为您精彩奉上的旅游新时空 我是主持人秦梅 今天我们要带着大家 先吃西南 再长西北 刚刚在我们的节目 导致上看到了 有个大地窖 大地窖里面呢 有很多的大缸 那这些大缸里面 装的是什么呢 还藏着什么玄妙呢 我们废话不多说了 赶紧跟着片子去看一看 阿姨 这坛子里装的是什么呀 装的是泡红椒 做鱼的 泡红椒是吧 做姜坡鱼的 我能打开看看吗 可以看 看看 可以看 哎呀 还挺沉 拿水封的 哎呦喂 泡椒 真鲜亮 红红的里面 全是辣椒 我们这家的有那个大事吧 我能尝一个吗 可以尝一个 可以尝一个 辣不辣呀 微辣 微辣 您别忽悠啊 这么红的泡椒 说微辣 我尝一尝 我真尝了 微辣 微辣 嗯 不是很辣 微辣 嗯 还有点酸酸的那个味 酸 嗯 就是咸 好 真咸 哎呀 这就是传统中泡椒 我吃到的原汁原味的泡椒 这几百口大纲里 内容各不相同 大大小小 不同品种的辣椒 七八种 还有酸萝卜 都是做这五龙江口鱼的绝密调料 不过我们不能各个缸都打开看 因为这缸进了空气 也许这一缸的泡椒就完蛋了 泡这个泡菜啊 它最重要的不是里边的菜 也不是这个大缸 那您说是什么呀 告诉您的 就是这个风潭的水 哎呀那水有什么了不起的 哎就这个水啊 人家阿姨告诉我的 如果是水脏的话 这个泡菜啊就变质了 所以那水呢得老保持干净清洁 是吧 所以每天啊都得换这个水 您瞧一瞧 不起眼的水起多大作用 这下您知道自己家的泡菜 为什么老淹不好了吧 这风水得天天晃 还不能老开缸 这可是五龙人的经验之产 咱又学了一招 五龙越来饭馆 做的江口鱼汁复杂 真是少见 这就是刚才看过 那个泡菜里边的萝卜 你看闻起来啊 就是一股酸酸的味道 我尝一尝 又酸又咸 整个嘴里都是酸味 这酸萝卜就是这江口鱼 最后一味重要的调料 行了 这江口鱼终于是足料齐全 鱼肉烂熟了 上桌 就说这鱼里边这个酸和辣吧 那个酸味啊 还真有点那个泡菜的酸味 但是呢 完全不是那种特别特别酸了 融到那个鱼味 鱼肉里边 特别好 这个辣呢 也不像是什么四川 或者是这个重庆这地方啊 那种又麻又辣辣 你浑身出汗 没那么夸张 它就是 有一点酸 有一点辣 哎呀 这个两个融合在一起了 融合到哪里呢 融合到鱼肉 江口鱼 以它独特的酸辣 夺得了重庆第一鱼的口碑 这么好的鱼 怎么没像水煮鱼那样全国文明呢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这江口鱼 是不能被替代的 再正宗的调料 换了其他的鱼 味道肯定是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哎呀 看着乌江景色 在吃了这个江口鱼 心里太爽了 江口鱼 江口鱼 实际上 它不是一种鱼的名称 而是只要你产在乌江这一片里 不管什么品种 它都叫江口鱼 古龙是乌江和芙蓉江汇流的地方 两条江产两种鱼 乌江产大年鱼 芙蓉江的小嘎鱼 好嘛 这乌龙一节流 各种鱼都自投罗网 整个一个天然养殖中心 您说这鱼能不鲜吗 江口鱼在越来饭馆 还做成了小包装的零食 人家已经准备好远潇外地 创出名牌 您等着瞧吧 不定哪天 这乌龙江口鱼 就出现在了北京的饭馆里了 来乌龙吃养品鱼 真是名副其实的鲜呢 要说重庆第一鱼啊 那还真不是吹出来的 您说光是密制调料 烟辣椒就有这么多谈 再加上这个鱼本身啊 只有在重庆才能够吃得到 看来如果您真的想品尝 这个重庆第一鱼的味道 那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亲自到山城重庆去走一趟了 好的 吃完这个西南火辣辣的这些特色之后呢 我们要转站一个地方了 接下来我们将会到西北去 看一看那里又有什么不同风味的美食 在等待着大家 平凉小吃第一罐 净宁烙馍 像做大锅干 真好吃 这哪是饼啊 简直就是点心 平凉小吃第二罐 土豆群群人人爱 有点像土豆做的面条 平凉小吃第三罐 装浪暖锅 开花馒头 做配菜 真够香的 中国式的三明治 走进甘肃 糖尝平凉的奇吃怪味 平凉小吃第一罐 净宁烙馍 像做大锅干 锅馈光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和头盔有关系了 话说唐朝的时候 李世民为了统一天下 带兵从陕西长安出发去南方打仗 当时跟随他的西北兵都爱吃面饼 可军中的铁锅又不够 于是有人突发奇想 用头盔来烙馍 没想到的是 这头盔烙出的饼居然是香甜无比 以头盔为锅去烙饼 锅馈的名字也就这么流传下来了 虽然大家都叫锅馈 但能让行家吃完之后竖起大木鸽的 只有陕西前县和甘肃平凉市静宁县的锅馈 而静宁锅馈独一间就得是这老杨家的锅馈了 我们家这面饼啊 这烙的这方法绝对是祖传的 是吧大人 是 你看光是这个碗口粗的 这个大擀面杖上的包姜就有一寸多厚 这大擀面杖擀这个面啊 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活 首先是特别累 就胳膊得有劲 还有啊你得有巧劲 像我刚才那样啊 就直接把这个面给擀的这个实在是不好看 你看大爷擀擀擀 他要擀出花来 把面团擀出花来 这可不是为了看着好看 一张面饼至少得这么擀上一千下 擀的面饼一层压一层 功夫下到了 等面饼烙出来之后就跟千层饼一样 能一层一层的包开了是 不过杨家锅馈有名 除了功夫 那还得有两个绝招 第一个绝招是一种神秘的佐料 有一点这个墨绿色加一点黄色这个样子 这个当地话叫酷豆 问这大爷怎么写呢 他说这个反正有人叫香豆 香豆闻着有点像青草的味道 很清香 还有点茶的味道 别看这香豆现在闻着只有一点清香 等把它撒到面饼上之后放到锅里一烙 一股浓浓的香味马上就散出来了 那种香味有点像混合了豆香和香草的味道 非常详细 当然杨家锅馈的有名最重要的还是它的第二个绝招 一个锅烙四个饼咱都见过 那四个锅才能烙一个饼您见过吗 杨家锅馈好吃就好吃在它是四个锅才能烙出来的饼 我明白了就是说呢 从这个锅开始到一定的火候就拿到这个第二个锅里面 在第二锅里再拿第三个然后再拿到第四个锅里 为什么因为这四个锅底下的这个火温啊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就是保证这个四道工序才能够行 就光在一个锅里头出来都不好吃 因为每个锅的温度不同 所以每个锅要对付的面饼部位也不同 温度最高的第一口锅是用来把面饼最里边的部分烤酥 然后依次由里到外 等到了第四口锅就只负责把面饼的表皮烤脆 这么精心烙出来的锅馈 别看厚的像大锅干 可咬一口下去 红皮到最里边的人那都是酥脆的 好香啊 真好吃 这哪是饼啊 简直就是点心 怎么样 这么酥脆的锅馈看着 您也想尝尝吧 不过告诉您 这羊家锅馈 人家还有一个规矩 每天就做七十个锅馈 所以每天不到中午 这锅馈就卖完了 如果您到了静宁 想吃这儿的锅馈了 那得清早 平凉小吃第二罐 土豆群群 忍忍啊 同样是面食 静宁的锅馈讲究的是酥脆 一口咬下去 先是脆生生的皮 然后是酥酥的饼 而到了平凉的另一个县城 精传 这里的群群 讲究的就只是软糯了 提起群群 除了平凉 没几个人听说过 可没听过 不等于没见过 没吃过 这种群群 有点像北京的炸香蠢鱼 这群群的做法很简单 把一些新鲜的 刚出芽的蔬菜 用面粉一裹 然后上笼蒸 蒸熟了之后 蔬菜的外面 就像裹了一层白色的裙子一样 群群的名字 大概就是这么来的 说起京川人做群群的花样 那可多了去了 里边搁鱼树子的 叫鱼茬群群 里边放这种新鲜槐花的 叫槐花群群 当然 京川最出名的 是这里美味的土豆 所以这里的土豆群群 那才是群群中的极品 上面铺满了葱花 用热油 咱这么一浇 土豆的香 葱的香 油的香 一下子全出来了 真好 是不是还得浇上这个呀 这个浇上也可以 站上也可以 前边咱不是说了吗 吃这个群群 吃的就是软和糯 一口咬下去 先是外边一层软软的面群 然后才是中间糯糯的土豆 再加上这酸辣的佐料 口感那会是一般的好 不过群群里边的内容不同 有的时候 还能让人惊喜一下 这个槐花群群啊 咱们吃的时候啊 一定先不要拌汁 先尝它的原味 花香啊 嗯 嗯 它的槐花嚼在嘴里啊 有一点淡淡的甜味 鱼前群群 槐花群群 那都是时令的物件 只有每年的 阴历四月和六月的时候 才能有幸品尝到 不过您也看出来了吧 这群群其实做法很简单 没准看完我们的节目 想品尝一下 您在自家厨房 也能尝试一下 平凉小吃第三怪 装浪暖锅 开花馒头做配菜 平凉小吃有三怪 除了净宁锅馈 精穿群群 第三怪就得算是 装浪馅的暖锅了 装浪暖锅的第一个怪处 就在这几盘菜上 炒菜做火锅 中式三明治 装浪暖锅 中式烹调 西式吃法 广告之后 旅游新时空精彩继续 装浪暖锅啊 瞧这锅没什么新鲜的 也没有多大 但是这里面装的菜 可食好几样呢 你看摆得满满灯灯的 这还不算 你看这儿 红烧排骨 红烧肘子 还有这个 香喷喷的回锅肉 这些怎么样 吃着素菜火锅 就是这肉 这想法太简单了 这些肉啊 全都是要装在锅里 一起煮的 炒菜做汤料 这种火锅 您吃过了吗 其实这种独特的火锅 和庄浪这里 独特的地理位置 有关系 以前庄浪这里 山多田少 生活那是非常的穷苦 自然而然就养成了节俭的习惯 过年过节 吃不完的炒菜 都汇到一个火锅里吃 这样才有了今天炒菜做汤料的 庄浪暖锅 您想 用这种香喷喷的红烧肘子 回锅肉做的汤料 这火锅能不香吗 何况除了这烧肉汤料 做庄浪暖锅 还有一种神秘的汤料 眼看着这素菜锅 浇上这个红汤以后啊 马上就勾人食欲了 这汤里是什么东西啊 这么香啊 这是我们家的秘密 不能给那人说 得 遇上商业机密了 老板您告诉我们 别看这碗汤看着不起眼 它可是用三十多种调料熬制的 难怪不用尝 闻着都那么香呢 入味 说真的 我刚才不是说 有点麻辣烫的味吗 其实不对 这个比麻辣烫还有香十倍 而且它辣的呢 润一点都不燥 晶莹剔透的回锅肉 火锅回锅肉 经过锅这么一煮啊 这个回锅肉 这个肥肉的油呢 已经很多都被煮下去了 所以现在一吃呢 一点都不腻 还能嫩的 嗯 不错 麻辣暖香 装浪暖锅的特色 就这四个字 可就这四个字 吃起来就够我们回味无穷的 不过就这么干吃暖锅 再装浪 那可是要被人笑话的 这里最正宗的吃暖锅的方法 还得配上一样东西 开花大馒头 你瞧 这个儿够大的吧 体现着咱们西北人的时政 最正宗的吃法是这样的 先拿一块馍 铺点菜 然后再放上一块肉 像我这样 哎哟 真够香的 中国式的三明治 不过比三明治好吃多了 嗯 嗯 嗯 食事称称的这么一口 才对得起这食事称称的这么一锅子 嗯 好吃 馒头都真的开花了 您说这大馒头该有多喧头 用它加上这火锅里煮的辣香辣香的回锅肉 一口下去 肉香 馒头香 麻辣香 这么一混合味道够足的 怎么样 今天咱们吃的东西是不是还挺丰富的 你看呢 有这个西南的各种各样的麻辣口味 还尝到了西北口味奇特的各种小吃 实际上我觉得很多时候在我们品尝当地美食的同时 也是在了解当地的人 因为当地人的性格或多或少都可以通过不同形式的小吃能体现出来 这就是旅游的奥秘 这也是旅游最吸引人的地方 好了 说到这里呢 今天节目也差不多结束了 在节目结束之前还是要提醒各位来关注我们云南卫视现在正在举行的一项大型的公益活动 给地球一个承诺做绿色生态公民 希望大家在关注的同时呢 也来多多的参与 好了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还会奉上更多精彩的旅程 我们明天见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